画面中一辆黑色轿车四轮朝天 车体零件四散 整辆车几乎被撞得面目全非 现场总共五名患者 这户人员绷紧神经 赶紧确认现场的伤者状况 因为这回车祸 共造成一死五伤的意外 在11号晚上7点45分 一名红性女子开车行经 国道1号民雄路断时 一次变换车道因为操作不当 失控向左擦撞内侧护栏后 翻覆路中央 剧烈撞击甚至撞断防旋板 导致后方三奈造车和一辆大货车 闪避不及瞬间撞成一团 本起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轻微受伤 五车驾驶皆无营救行星 现场于20点44分排除 意外瞬间造成红性女子 车上的乘客重伤 松衣急救后仍宣告不治 至于其他遭受搏击的四名驾驶 则受轻伤 而详细的造势原因 还有待记忆不离清